傅先生 您扶椅的情况现在很危险 必须马上立刻给他所有专手术 需要您签下这个病友的通知书 我不会签 他就算是死了 这个孩子也必须生产 傅先生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他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每天都会痛得拥过去 再这么想 他真的会死 会死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孩子 其实我们耗尽了什么 哟 我的好姐姐 又在这装可怜呢 喂 你在干什么 姜应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其实当年 是我给钱给咱们那个死人爹 让他开车 去变停傅锦琛的轿车 什么 竟然是你 我告诉他 傅锦琛要参加龙城的一个竞标 只要他制造一场小车祸 阻止了傅锦琛就行 他刚开始还不愿意 但是我给他二十万 正好咱妈手术也是这个价 马上就答应 我 你也是爸妈的孩子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 狠心 他们那样的穷鬼 死的就死了呗 有谁会在我 我去告诉傅锦琛 你才是背后的主谋 是你害死了吗 是你害得他 双腿疼祸 霓裳 这货不是我爸干的 是福威 全是他 我早就知道了 什么